字幕組成員 字句科技總經理歐瑪 嗨大家好 我是字句科技歐逸林 好我們今天很榮幸 繼續邀請到兩岸人力資源顧問專家 林娟博士來跟我們分享 嗨大家好 謝謝謝謝歐瑪 謝謝歐瑪 那歐瑪我們今天邀林娟老師繼續來談什麼呢 因為上次談得太熱烈了 然後林娟老師很多的這個內容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我們常說 這個人才對事情就對了 怎麼樣選到對的人才 有沒有覺得好難 你們有沒有常常在聊說 請問那個人在那家公司就表現很好 然後我把他PM來之後呢 我怎麼好像沒辦法發揮他的強項 對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在選 選擇一個這樣子的人才 選的議題上林娟老師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選的議題裡面其實有兩個最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是選對的人你要選誰 誰 誰才是對的人 誰才是對的人 你如果選錯的人你後面花的時間更長 對 你給他教育訓練也是沒有用 所以選第一個要怎麼選 我們會有一個叫做選財的冰山模型 是Spencer博士提出來 是 他講冰山上 就是像學歷經驗他曾經在哪些公司工作 他擁有什麼技術什麼證照 潛在看的到的 對 就是冰山上看的到的 冰山下看不到的 比如說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他的特質是什麼 Motivation是什麼 一般面試都會cover到選的 都會cover到冰山上的那塊對不對 對 那冰山下的要怎麼進行 那就是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有個叫STAR模型 是那個DDI提出完 是 他就說過去 STAR就是過去你在什麼 接著什麼樣的situation 你的任務是什麼 在當時你做了什麼事 接了什麼樣的任務 最後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 他有一個叫STAR的模型 那就會讓那個面試的人 就根據他過去曾經做的事情 來預測他未來從事這個工作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勝任這個工作 所以要談他在那個情境下 他怎麼處置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這個面試官 是要設計好題目的 對 因為面試前你要針對他的 我們講他職務所需要的能力 去做面試的問題設計 好 那這個問題設計的時候 就會讓來去面試的人 不會只看那個常見的十大問題 比如說你為什麼要離職啊 你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你對未來的展望是什麼 這個其實只要多面試幾次 都講得很順很溜 你為什麼常常會發現說 講得都很好啊 為什麼實際做不行 面試的時候都談得很愉快 最愉快就是那一次 來之後就發現好像配合唱大 對 那就這個原因你在面試的時候 你用的不是用職能面試的問題 來去做提問 然後你就很難判斷 尤其現在這樣子 很多我們招聘的人 要做的都不是跟過去技能有相關 對 我們可能需要他過去的 某一些的冰山上的一些技能 可是我們現在要他挑戰的 反而有一段的是新的 對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一塊對不對 是 然後像現在講的Volka 就是不確定性 模糊性 那你要找這樣的人才的時候 你問傳統的問題是問不出來的 對 那你要問什麼問題 在一個模擬湖的情境之下 你通常會怎麼做決策 那這個就很容易 類似怎麼樣 就是問一些情境的狀況的時候 對 當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您會選擇什麼 對 類似是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看出他在做模糊的時候 他會怎麼去找答案 對 怎麼去收集資訊 怎麼去做決策 我記得前一陣子就是有那個 就是流傳這個網路上有流傳一個 算是文章吧 對 然後就是談說這個Eon Musk 就是這個Tesla的這個執行長 然後他說他面試的時候 他要怎麼挑人才 對 所以問的事情就是 你過去你經歷過 最具有challenge的那個情境 到底是什麼 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怎麼因應 你怎麼處理的這樣子 對 這就是十大模型 對 這就是十大模型 可能是要觀察出來 比如說他的抗壓性 可能觀察出來他跨單位溝通的能力 對 可能去看出來他從來沒做過事情 他怎麼面對 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 所以我講那個經理人 所以說 所以Eon Musk是最重要的經理人 一定要有一個技巧 就是面試技巧 而且他是終身必要的 那你在面試的過程當中 你要提問 而不是你講很多資訊給他 那我們怎麼 那我們怎麼去設計那個面試的機制呢 對 就根據你職務上所需要的能力是什麼 那你的能力是這個 然後設計他的面試問題 然後就是有一個公司 會有一個面試的題庫 然後你隨時就做了面試 音音不同職能別 可能其實都可以有一些題庫 讓面試官 因為有些是新上任的主管 對 那可能讓面試官可以參考 對 就盡量都朝著這樣的方式 比如說業務他就要主動積極 抗壓性強 那你怎麼去設計面試問題 那可能客服人員或者是QC人員 就有一點品質的精細度 耐心細心度就要好一點 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學理的模式 然後在企業也會常使用 那我們現在面試都是一關關這樣 一關過完再一關對不對 是 這種面試方式是好的嗎 還是有更好的做法 傳統台灣的面試就是 找了Canada來面試 然後人資面試 就出試然後複試 然後這個時間通常一抓 差不多三個禮拜到一個月至少 三個禮拜對 等待等待 那你就會發覺人家好的人才 可能面試幾關人家就走了 然後人家就是就沒有了 就每次打去 對不起我已經 找到工作了 那你去思考這個問題 第一個效率很壓很長 第二個呢還容易看走眼 因為一個人看的時候 都會問他有興趣的議題 那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像Google他們就會 一些外商公司 或者是像一些新創公司 我就很建議他用那個Panel Interview 我們叫做集體面試 Canada來的時候 那我就是有他的直接主管 HR 跟他工作有關的同事 跨單位可能會有合作 對還有他的部 跟他跨部門有關的主管 那他就來做集體面試 他只要來一次 那這個假設這個Panel Interview的人 有五個 那五個人會從各個面向去觀察 這個Canada到底適不適合 然後呢通常談完之後呢 他的精準度會遲到 所以面試官可能有不同 只能別的角色的人 然後參與的面試者 可能也是多位一起面試 有一種叫多對一 就是我們內部篩選的時候 我們是多位的主管 一起對一位面試者 對 那也有可能多對多 多對多 多對多是像你的人 如果你面試 你要進來的人太多 那你就用多對多 對 那如果你進來的人 就是只有一位 就是用多個面試官對一個 所以如果是很關鍵的 樞紐角色是對公司未來轉型很重要的 也許是多對一 對 那如果某一類的是有一些技能商的 需要多對多篩選 也可以搭配 對 像多對多會用在這個MA 儲備人才 就學校學生這麼多都這麼優秀 比較廣泛的 所以他就是多個學生對多個面試官 可是我們出事的一個好處就是 有一些就是這個不適合的 態度不適合 或是過去的背景根本不適合 可能出事就先塞掉 然後才給副事的主管 但是如果是用這種集體面試的話 那你前面怎麼把關 對 副總問的一個問題非常關鍵 一個問題就是在於 前面就先做電話面試 所以我在電話面試的時候 大概花個15分鐘 大概寫從聲音裡面 大概看一下履歷資料 大概就知道說 他這個人到底是不是 所以電話面試是讓HR來做 還是讓要聘用的那個單位的主管 看他是注重哪一個 如果他重視的是 他的基本的態度 那可能HR 但是如果是他強調的是專業上 因為你的專業難度比較大 某一段專技能就不符合的 就不要浪費時間 對 沒錯 所以可以先做一段的叫電話面試 是 但是 迪士也不用為了他來面試 等待時間 然後求職者也不用大千里 跑來之後 結果又發現不適合 所以電話面試 就可以篩掉很多的 這個 這個 這個重要的一些資訊 然後再來就是 你對履歷上一定要做分析 我們很多主管 都是要面試之前 快速看一下履歷 比如說有些 因為現在履歷很多人都會包裝 對 都有專門在幫你寫 所以你其實有時候看不出來 對 那你就要去看他為什麼 這個工作跟這個工作的銜接 銜接在哪裡 還有他質疑的發展路徑 還有他每一次在一家公司 每個工作的時間走 或者是前後公司的經驗的延續 或者是完全跳領域 對 然後去思考這個背後的邏輯 就要當成一個提問的項目 對 對 然後可能就會問他說 為什麼他從不同的產業跳來跳去 那也有可能是他個性喜歡去 在不同產業上探索 對 那這樣子這樣的個性的人 他就很適合做 不是很routine的工作 那如果他就是 一直在從一個領域發展 那在一家公司待多久 因為如果在一家公司待太久 其實他腦袋很容易僵化 那如果我們在用他的時候 也要很小心 所以如果在一家公司待太久 並不是一件好事 待得太短 跳槽頻率很高 也不是好事 所以這裡面就是 要做很精準的去分析 OK 了解 那所以剛剛講那個面試的時候 除了電話面試 集體這個大家一起討論之外 還有一個重要的效率 就是他可以提高整個面試的效率 第二個大家會集體有共識 對 就是未來如果這個人 進我們公司的時候 我們怎麼好好用他 所以大家聯合面試的時候 大家都寫上一些可能 面試的考慮 然後再綜合讓CEO做最後的fine 那有像在Google裡面 他就是一票否決心 一票否決心 我們五個人面試 一個人不同意就不用了 就不用了 那這樣有個好處是 他只要一進來 大家都知道 原來他真的進來 他真的很優秀 而且跟他co-work這些單位 都 事先的認識 所以不會有那種說以前 我跟這個沒辦法合作 因為那老闆你選的 對 我有一起參與了 對 對 對 就會可以減少排體效應 好 了解 那現在如果人才找進來了 那接下來我們怎麼樣 讓他在這個職位上 怎麼發揮強效 怎麼用 怎麼用 那這個部分在講訓練的時候 我們有新人工培訓 對 新人工培訓之後 你一定要告訴你的文化 你的SOP 你的這個作業的方式是什麼 那過去我們傳統的方法 有些公司根本就不重視新人訓 就是講講基本的 所以他到哪家公司都差不多 甚至有些比較資深的人 資深的主管 或資深的新人 那個主管會說 你不要去上那個新人訓 很浪費時間 實際上這是不對的 因為只要換了一家公司 他其實在資歷上很深 到我們公司就是新人 所以如果假設我是找了一個 業界有經驗的資深的人 然後到了一個新的環境 我還是應該要讓他上新人訓 對 那你會有很多主管說 他都已經很資深 幹嘛去上這個課 對 這是完全誤解的新人訓 因為還有一段剛才提的 可能也許是文化 也許是文化制度 你要讓他接受這個洗禮 對 所以不是只有在技能上 技能上他很優秀 很有經驗 那其實是文化嘛 對 還有一點就是各位 當兵不是有同梯嗎 對 同梯的情感 就是有這個好處 對不對 萬一我如果在上課的時候 我認識就是他不同部門 他可能還有地方可以求救 對 他可以跨部門溝通 跨部門討論協助的時候 也是很好的效益 所以像資深的這個主管 或資深的新人 一定要讓他上 那上了後 然後就是有一套新人的培訓 那新人培訓之後 像我們以前做法 就會有三個月的培訓計畫 告訴他說 前一週要學什麼 這一個月要學什麼 兩個月後要學什麼 三個月要學什麼 對 所以這時候前面的三個月 很完整的告訴他 你要學什麼 你應該有什麼產出 這樣子我就很確定 他三個月後 會不會符合我的要求 如果他不符合 那我們就可以跟他溝通 你可能這個其實 可是因為剛剛有提到 因為現在的轉型有一些 可能是因應轉型 產生的新組織 新部門 以主管來講 搞不好連這個 這個組織要做的什麼事情 都不見得很清楚 沒錯 可是我現在又招聘到一個 所謂的叫人才 你剛才提的 我其實不見得能夠跟他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主管 我自己也在摸索 我自己也說 那我怎麼在 對 那怎麼跟他講清楚 像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你在挑的人 他就是要對那個 不確定的東西 他有興趣想去探索 所以你挑出這個人說 其實我告訴你 我找你來 其實就是要去共同探索 所以在面試的時候就 所以Job description 不見得很清楚 對 對 因為他就是 他根本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可能也不知道 事業方向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我應該用什麼工具 可是我找你來 就是希望你去探索 你就是要跟我共同去 對 所以我們是一起去探索 所以主管自己也很清楚 假設現在是新事業 探索的比例上高 在面試的時候 剛才提到 設計的start的題目 就要考慮清楚 過程中在考慮這個 衡量用的這個指標上 就要讓他清楚知道 是他探索中產出的東西 其實是個重點 是 沒錯 不見得是教導的 因為我也不見得可以教導 對 我也不一定有能力教導 對 因為我自己也不清楚 所以這個其實就跟你的產業 或者是你要定位他做什麼 也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像現在 如果你找對人 其實你後面花的時間就很短 你只要告訴他說 我希望你就是發揮你的特質 去幫我探索新的東西 然後回來我們來一起共同研究 去摸索一個新的道路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你就給他賦予更多 你要對我們東西的產品了解 我們的文化了解 然後我們希望你做出哪些東西 在前三個月其實就應該可以看出 他是不是具有我們想要的特質 對 如果他不適合就趕快請他離開 加上好的人才 其實你不用花太多時間培訓他 他自己就會自己找答案 這也是很大的一個落差 所以其實對的人才上 可能有些基本的特質上 他自己找答案的能力 他自己可能調適能力上 都是比較好的 都比是比較好的 如果多數都偏被動的話 理論上可能也許就不一定那麼的適合 所以現在的主管 他不像過去是命運式的 指揮式的 現在其實都在講教練式的主管 對 教練式主管是要有一個leadership 你要以身作則 比如說要探索 那我也帶著你一起去探索 這個是你以身作則 所以如果當我這個是要做這種 就是組織轉型的話 其實我要找的人是要有那種 譬如說entrepreneurship的那種人 而且連我主管我自己 我過去也不見得是有那種entrepreneurship 現在變成我也要想辦法讓我自己 改變成為那種類型的人才 沒錯沒錯 你如果不帶頭 員工會想說轉型你自己都不轉 所以這個制度轉型 組織轉型裡面其實對本身主管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 主管自己本身也要去嘗試 對因為以前可能都是領導的特質 那現在可能導的角色 自己以身作則的這種高度寬度 自己也要有探索的 自己也要有一定的容錯 因為以前的主管有時候 員工沒做好就可能罵員工 所以員工以前說不要多表達 聽老闆的就好 現在可能這樣子的特質 也都要做一些調整 對 其實這個容錯的文化也是很重要的文化 就是因為尤其是不確定的東西 誰也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教導員工 或者在coach員工的時候 你是試試看 從每一次錯誤的當中去學習 你下一次再改善 那其實這個文化就是 我們容許他犯錯 只是不要再犯第二次的錯誤 那這樣就會鼓勵員工想去嘗試新的 你這樣轉型才有可能轉得成功 否則他每次去探索新的 想要用別的方法 想要新的工具 結果一發現只要做錯 你又幫我浪費了多少錢 你又浪費了多少時間 你就扼殺了他的創意 他以後就不會再去想要轉 他就會變成是命運式的 反正我多做你就說我多做錯 那這個就會變成他轉型轉不過來 所以如果在剛才提的用的部分 有留了這一段 那如果說他真的是一個人才 那有時候其實我們很 最shock的就是很優秀的人才 跟你說老闆我要離職了 是 這個部分呢 怎麼留住好的人才 這個議題就是 所有做的這些動作 找到好的人才 好的人才大家就想要 所以呢 最終他慢慢留出來 對 所以當然留才不會只有留 用錢來留他 還有文化 就是我這個公司是不是有讓他有機會 有願景有機會 對 有沒有發展的機會 有沒有舞台 甚至是我跟著公司 有沒有辦法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除了錢的因素之外 那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剛剛講 你留才的時候啊 你應該要配套你的薪酬 也就是你的薪酬 開始的這個 比如說你要跟市場差不多 但是呢 到後面的時候你要跟公司的 比如說員工分統 你要跟公司利潤公司 跟獎勵機制要綁在一起 對 那最近有一家公司呢 他就很厲害 第一個是他的那個 整個公司的盡力 他就講得很清楚 公司每年結算的時候 盡力幾% 保留幾% 拿出來 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多少 財務包包都是透明的 拿出多少來分 然後分的時候 他就分三個層次 對 基本的員工 然後主管 還有高階 然後再根據比例 所以呢 如果他的績效表現好 那他就可以多拿幾包 所以這個錢一出來 拆分公司 設一設之後 每一個員工拿到了 其實都很高 這時候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員工就會覺得說 公司做得越好 我也可以領得越多 我的績效表現越好 我也可以領得越多 其實真正的重點是在這一包 而不是在平常的日行 不是在平常的月行 這個是跟你的薪酬的整體設計 是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不是 其實我覺得台灣老闆 要開始去思考說 你如果沒有讓員工 去跟你共享你的利潤的話 其實你好的人才留不住的 對 因為 第一我們更好的公司更多 因為有一些主管其實也擔心 一來可能剛才提 我不知道怎麼教 二來我一樣教的時候 我有擔心說 你看我教會他就走了 對 我好像幫我的競爭者培養了一個理潮 對 那這個問題也是很有趣 就我常常會講說 為什麼你的員工培養了一年之後 進來這個公司 他說我常常聽老闆講說 一開始我說 這個員工是一張白紙的 說他多少薪水在他身上 他一年之後他就離職 他頭也不回就走了 然後我就問他說 請問他一年前的薪水 跟一年後的薪水差多少 他說他頂多調5%吧 我說你調5% 對他來講我跳槽就10% 那你覺得誰比較高 對不對 你應該去思考說 他剛開始白紙的時候是給這些錢 他滿了一年 你就把多東西交給他的時候 他其實應該是T字型的薪水的結構 也就是說 別人都調5%的時候 你應該調10% 對 然後你這樣子就是把他過去學 你認同他的這個成長10% 然後後面再背套他的績效獎金 這時候他的跳趴的時候 就是10% 20% 30%跳 所以他表現越好 其實那是我們一年前 給他投資的這些 他在後面的第二年才會投資回來 所以你既然設定 你希望的叫好人才 你就不可以用一個以前在待人的方式 對 用很長的時間走 叫十年磨一劍 你得跟著我幾年才能夠熬到主管 對 你就要把那樣的range 那個空間的這個調幅 對 當然一定要綁績 大家看那真正的產術 但是這個的高度是要拉高的 是 就是你那個調幅的空間要夠大 然後大陸以前的做法 台灣比較少 他叫禁聘上崗 禁聘上崗 禁聘上崗 就很有意思 就是我有一個好的位置 我就公告權限 就是全公司的員工 誰有想要做的 你會可以申請 自己舉手 自己申請 然後你要自己來提案說 為什麼你覺得要做這件事 你為什麼可以做 你打算要什麼資源 然後他就跟所謂的公司的主管報告說 我覺得我也想要爭取這個位置 我打算做什麼 我需要公司什麼資源 然後大家評估完之後覺得 欸不錯 很適合 不管他年齡幾歲 不管他在公司待多久 只要他有想法 鼓勵他來嘗試 這個叫禁聘上崗 你就會鼓勵那些有企圖心 有想法有做法的年輕人想做事 如果你不做這種事情 完全都是我們自己要下來看 不見得我們能夠看到最底層的原因 尤其剛才提的轉型的議題 萬一這個不是我們一定都會的 你要仰賴很多的 新的創意人才進來的時候 你就不能局限這些做法 那像這種有願意做事 有企圖心 然後又能夠提出一些想法跟方案的人 你就是給他機會跟平台 然後這時候你的薪酬應該要搭配 那搭配一定是拿獎勵放在前面 如果你做到多少 可以完成多少 我就給你多少獎金 如果他達不到 說白了我們也沒有損失 因為他根本就沒達到 而且他也知道 但是你給他一個平台跟機會 所以關鍵在某一些的固定薪資 變動薪資 績效獎勵 其實這個都要配套的 對 如果他只有口說無憑 只會說沒有做到 公司也沒真的損失 可是一旦他真的做到 也為公司創造這個效益的時候 各位現場老闆們 不要吝嗇提供給同仁這些獎勵 沒錯沒錯沒錯 大概是這樣 謝謝林娟老師的分享 那我這邊就是做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作為結語 所以我認為說就是 其實數位轉型的這種組織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組織必須要 如果真的要做好數位轉型的話 這個組織必須是變成一個是變革的組織 然後是一個可以容錯的組織 以及是這種就是由創新導向的組織 然後在這樣的組織裡面 必須要有好的人才 我們才能做好這個轉型這件事情 人才這個我覺得就是歸根究竟來說 就是我覺得要做好這樣的組織 必須要能夠善用到這種就是 創意型的人才 創新型的人才 然後要做到說就是 讓老闆能夠有辦法用到說 就是比你厲害的人 你都還可以讓他能夠在組織裡面待得下來 而且有所發揮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老闆才算是真正厲害的老闆 對對對沒錯沒錯 那好 所以歸結起來就是林娟老師的心書 懂用了當主管就不累了 好 好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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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請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